凡从本身发生心 Nomo goednichi saika falan Nomo goednichi saika falan Nomo goednichi saika falan 各位居士,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研究《邀菩萨戒经》。 各位都已经听我说了很多次,这一部经是佛陀专门为在家居士行菩萨道者讲的一部经。 里面有道理,有修行的方法,很实在。 有些经是全部编程讲道理,不过这一部经呢, 啟发了很多,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方法。 今天讲的这一部经是《名义菩萨品大伯》。 我们讲了几次,今天也要继续讲。 这一部经是其中有一段,就是《实义菩萨》的资格。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用多些时间解释这一段内容。 以前我们讲了,如果一位修行人叫自己为菩萨, 但是心里面没有慈悲心,烦恼多多, 在生活里面根本都是没有心去开智慧或者做善事。 这些是假名菩萨,不是真的菩萨。 实义菩萨都是真正的菩萨,应该做的事。 这些是菩萨的本分,这些是菩萨的资格, 这些是菩萨的修为。 所以我今天根据《经》的内容继续和各位介绍。 有时我用白话讲一些内容, 不过今天我将《经》文读出来, 希望大家知道《经》里面是怎样讲的。 这样我尽量用白话跟大家解释。 我今天选了很多点, 一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点是, 怎样做一个真实的菩萨, 应该疏守为师, 无有感固。 疏守为师都是说, 你应该伸出你的手, 帮助众生, 行那些布施道。 怎样去帮助众生。 有时是布施钱财, 布施物质。 有时是令众生得到安定, 心里面消除, 一种恐惧。 还有是安慰众生。 令众生本来很紧张, 有烦恼放不下。 我们开道之后, 他就放下了。 这些都是布施。 不过, 他疏守为师, 都要亲自这样做。 特别是钱财的布施, 物质的布施。 我们有时, 我们见到人, 我自己都觉得, 如果今天, 我可以亲手送这杯茶给你, 我亲自送给你, 这个最好。 这个紫色人的布施, 那些心仪好像不足够。 仍然差一点。 所以佛教里面很强调, 书守为师, 清自布施。 没有干顾, 这一句呢, 可能是和古时的环境有关。 比如说, 古时, 有那些财主, 或者是一种所谓的官府的家庭。 有钱的人, 有财主的人, 你是我的奴大, 我都压顾你, 你不可以出去, 你全部的生活在这个地方。 或者, 随时将人困在哪个地方。 今天, 我们不会有这些事发生。 基本上, 我们不会拉一个人, 或者是用我们的一种, 个人的一种决定, 我要将那个人困在哪里。 不会这样。 不过呢, 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我有个观点, 和大家分享。 我们虽然说, 今天的社会, 不容许我们禁固哪个人, 还哪个人。 虽然说, 有人这样做, 都是有人, 看新闻也有人, 但是是好笑, 但多数都不会做。 但是呢, 我们人与人之间, 如果有这种习惯, 我们要改变。 哪种习惯呢? 譬如说, 某某人, 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喜欢这个人, 你跟我来往, 你不可以跟他来往。 如果你跟他来往, 我不跟你来往, 我跟你保持距离, 你不是我的朋友。 我发觉呢, 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 还有这种观念, 还有这种行为, 这种作风, 这些呢, 我觉得, 不可以。 我觉得呢, 人与人之间的来往, 我们给大家自由发展。 就算哪个人, 你是不喜欢的, 不过呢, 如果有人跟他, 可以做朋友, 你呢, 要欢喜, 要赞叹, 让他们自由来往。 不好玩呢, 走着他。 我不喜欢他, 你要跟我来往, 你都不可以跟他来往。 这些呢, 是变相的, 禁锢。 我觉得, 这些呢, 我们要改一改。 我随口看一看, 给大家参考。 第二呢, 这一句比较长, 我呢, 慢慢念, 慢慢解释。 像, 落手, 磨力, 智慧刀。 事事呢, 落于羞耻, 磨力, 智慧的刀。 所以, 佛教里面, 这个地方呢, 是用刀, 代表智慧, 表示智慧。 因为刀呢, 可以切。 刀切, 断烦脑呢, 是表示智慧的一种功德。 可以断烦脑。 我们要断烦脑, 那怎样断烦脑? 用智慧的刀, 去切掉它。 但是呢, 各位看到, 我们佛教里面呢, 民书菩萨, 他不是插刀。 有时候, 民书菩萨呢, 插把劍。 那把劍呢, 都是智慧之劍, 断烦脑的劍。 所以呢, 民书菩萨, 一般呢, 有时一把劍, 另外一把劍, 另外一把劍, 扎捕鸡。 所以, 有时各位, 看到菩萨的照, 都知道, 这个劍呢, 是表示智慧的意思。 虽摘外点。 虽然说, 我有时, 都会学习, 心外求, 求法的那些书。 外点呢, 在心外呢, 去追求的, 一些知识, 学问。 这些外点, 有时呢, 佛教呢, 将其他宗教的, 一些点证呢, 都算是外点。 因为他们心外, 有一个信用, 有一个神, 给他们信用。 不是心外, 去求的, 是心外, 去求的。 所以呢, 外点呢, 心外求法。 相反呢, 佛经, 法法呢, 内点, 内点呢, 是心内求, 求道, 心内求法。 我们拜法, 事实呢, 希望呢, 开发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法性。 所以, 心内求道。 如果我们碰到什么事, 我们不要怨天有人, 怨天没什么用, 怨人都没什么用, 我们要改变自己。 从我开始, 我改变自己, 改变我的生活, 改变我的业力。 这些是心内求道。 为什么, 习那个外点呢? 是因为为了破除邪见。 因为呢, 心外求法呢, 有很多地方是不正知的, 为了破除这些邪见。 出生邪见。 那么我们超越邪见。 超出邪见。 善知方便, 知道种种方便的法目, 调伏众生, 帮助众生, 解决问题, 消除烦恼。 我呢, 来到美国之后, 我一直是想学英文。 所以呢, 我以前固定, 规定自己, 下午五点钟, 看地方新闻。 那么五点半呢, 看国际新闻, 一个钟头又听, 听英文。 同时呢, 我都订了, 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news week, 还有呢,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 加上导致文集, 这些呢, 我都每个月, 或者每个星期, 我都收一下看一下。 我无法全部看, 不过呢, 我都多多少少呢, 一定要看一下内容, 那些杂志的内容。 为什么要看呢? 一方面是学英文, 我又懂得看英文。 第二呢, 我都是吸收一些知识, 令到我自己呢, 都对于世间法有点了解, 对于美国有点了解, 对于世界的变法有点了解。 那么, 说法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这些知识帮下目, 看看怎样表达, 令到大家容易明白佛法。 有一次, 大利拉玛兄弟台。 那个时候呢, Larry King, 那位主持人呢, 访问他。 这个节目呢, 要半个钟头。 那么, 我呢, 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最初几分钟, 好大意。 Larry King呢, 都问大利拉玛, 他说呢, 你对这个复制的荣啊, 有什么意见啊? 我们早期不是复学家呢, 用这些荣的细胞, 复制第二只荣, 一模一样。 那么, 大利拉玛听了之后, 你复制什么呀? 怎样复制呀? 他呢, 当时不是很清楚。 后来Larry King呢, 都跟他解释, 解释了之后呢, 大利拉玛先有些解释, 有些说明, 佛教的体度是什么体度。 那一段访问呢, 很有趣。 很有趣呢, 都令到我呢, 感觉到, 哎呀, 我们王法者呢, 有时都是看下, 有一般的知识, 现在科学的发展, 的情形。 有时人们能明白的时候, 我可以解答一下。 接着呢, 下面呢, 是, 怎样做一位菩萨。 《与大众所不生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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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呢, 我们很多人呢, 看到人多的地方, 都有一些恐惧。 这些难言。 我自己都有的。 我慢慢慢慢训练了, 这样惯了。 事实我小时候, 很怕见陌生人。 很多人都有。 不过呢, 为了堵众生。 我们需要锻炼自己。 有时站出去, 同大家见下面。 简单說几句。 《与大众所不生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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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大众所不生恐怖》. 《与大众所不生恐怖》。 《与大众所不生恐怖》。 很多人不想信佛 不想学佛 上教众生 菩提以得 能令民政不生报生 这些都是我们王法的时候 要和大家解释一下 如何修 如何学 不要说到佛教是很深 很艰难的一种宗教 不可以这样说 要令到对方轻松 平时如果初学的大众 第一次说 我今天到了佛教 我想了解佛教 我跟他说 你不要有压力 你今天要了解佛教 很简单 三个字 你记住这三个字 你都已经知道 佛讲的经是讲什么内容 第一个是戒 第二个是定 第三个是为 戒定为 这三个字 包含了所有佛经的内容 所有的经 不是讲戒 还是讲定 不是讲定 还是讲坏 或者戒定为 一起讲 我说 很轻松 不是这么难的 三个字 全部包括了 接着呢 接着呢 是 那些烦恒 最好是看不起那些烦恼 看不起烦恼 表示你不重视烦恼 我们平时呢 大家呀 我们很多人习惯 我们太重视烦恼 把烦恼看得太高了 小小事 变成一个大问题 小小问题 变成一件不可收拾的烦恼 那么这些不值得的 应该呢 我们中国大烦恼 变成小烦恼 小烦恼 变成没有烦恼 没有太重烦恼 要轻视烦恼 你重视烦恼呢 自己玩虎吃 所以轻振烦恼呢 我觉得这一句说得很好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 如果生活里面有什么烦恼 哪个人说了我哪一句说话 听了不是多开心 哎呀 没什么事的 小事 小事一件 不要重视这些事 哪个人呢 哎呀 那个态度有点没礼貌 小事一件 算了 过了去 不要放在心里面 要轻视烦恼 不要小小事呢 放在心里面 变成大烦恼 吃不下饭不着 这些是辅助自己 令被烦恼不得自在 不要被烦恼自然发展 得到自在 烦恼自在的时候呢 你都不自在的了 你想自在呢 千万不要被烦恼得到自在 烦恼得到自在呢 都是说 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 不开心 这个不开心的事呢 我中午继续不开心 傍晚继续不开心 夜晚会继续不开心 整夜没烦 那你就不得自在了 因为烦恼得到自在 所以我们要小心 接着呢 佛讲啊 心不放日 详修忍辱 不要放纵自己 事事呢 又羞恥忍辱 我事事说 我们做好人做好事 不是说顺风顺水 你不做好人不做好事 可能呢 可能呢 没有什么事 你如果要做好人做好事 可能呢 就有些困难 有些麻烦 或者有些人呢 去拱三拱四 心里面呢 又放开 详修忍辱 这些呢 是一个好现实的 那个现象 我们要看 看穿透 它 看化它 这样 接着呢 是说 愿为众心驱走 吸使 令予安稳 欢愉受乐 这些呢 是说 我愿意为众生服务 众生有什么事 我可以帮忙的 我尽量想办法 尽量去帮忙 希望众生呢 可以安乐 这样生活 我们有没有这种心吗 我呢 有时候人觉得 我想快乐 我想安乐 最好是人家来帮我 帮我 帮我服侍我 我呢 我呢 不用抹地 不用煮饭 有人帮我 但是 2013年 我病了之后呢 我才发觉 如果你用不到 好 一样东西都有人帮你 那时候呢 是不是好事的 不是好事 因为呢 可能呢 我们慢慢 损失了一些能力 我们呢 没有这个 没有一种心情 去鼓动自己 去做一种 应该做的事 事实上呢 这些 不是证明的 因为 2013年 当我病了 我无法 参与佛教会的活动 无法帮大众 事实上呢 我觉得 这些 未必是好事 那么 反而呢 人家来帮我 这样 服侍我 这些 不是好事 如果我们没有病 好手 好脚 为什么我们 不用自己的手脚 一方面 照顾自己 第二方面呢 我们去帮助周围的人 这些是一种 应该欢喜的事 因为 你还有能力 可以帮助人家 千万不要 有一些人呢 是没有能力 需要人家帮你 你看街边 黑钱的人 那么 经常需要人家帮忙 你给钱给我 或者帮帮我 那么 我们呢 千万不要说 有一天 我等着帮我 过日子的 最好是 我永远有能力 去帮人 这样 这些是菩萨 应该有的一种 发生 菩萨应该 举足的一种能力 最好呢 为他受苦 心不心悔 这一句呢 有点难懂 我为什么要和你 为了你受苦呢 应该你受自己的苦 为什么我又和你受苦 我们觉得好像 很难 很难 去了解 事实呢 身份不同 心情不同 的时候 我们都会慢慢了解 哦 原来这种心情是 可以有的 而且是很多的 你看 妈妈为了 吵个baby 曼哈没得烦 白天又没得休息 不过呢 母亲呢 因为要照顾这个小孩 她的心里面 没有什么悔悔的 她是自然自然的 去照顾个baby 为baby 犯不着 没得烦 或者吃不好 她都没有什么怨悔的 所以是有的 这些是表示 你有一种大慈悲心 好像妈妈 那样照顾小孩 但是呢 身份不同 身份不同呢 比如说 你今天 不是你自己 你是一家之长 你要照顾这个家庭 那么家庭里面 三五个人 以前十几个人 或者是更加多人 要靠你 靠你 在这儿照顾 如果中间 有什么事发生 你是辛苦点 你心里面 应该怎么想 为了这个家庭 我要撑下去 为了这个家庭 我呢 有心甘情愿 这样去服务 所有大众 如果你今天 好像一个市长 你呢 做市长 你要面对所有的市民 是不是你的心呢 有大很多 而且呢 要照顾所有的人呢 不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的 有些人呢 甚至在这儿 闹个市长 或者闹个总统 那你都 为了准责呢 我要想办法 忍受 要想办法 面对这些环境 不可以说呢 你闹我 我不做了 我下台了 这些不是正确的体度 所以身份不同呢 你的心境又不同 比如我今天 德州佛教会 我呢 是负责人 我呢 有责任在 所以呢 如果德州佛教会 有些什么事发生 不顺身的事 我都心无后悔的 我觉得 我又盡力以为 解决问题 不在那儿烦烦恼恼 后悔这些 后悔那些 所以 为他 守护 三不三会 是 心境不同 身份不同 你都了解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今天呢 我都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 请大家 自己 慢慢再思维 同时呢 请各位继续保重 愿意此功德 普及与一切 我们与众生 皆共成法度 做佛国外